因为上了真人秀节目 黄胜一的儿子安迪成了新一代萌娃代表 还连带着火了她的霸总奶奶 安迪奶奶要什么都买买买的霸道宠蜜宣言 成功地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力 其实除了温柔的霸总奶奶 安迪还有一个严厉的雪霸姥姥 昨天雪霸姥姥还因为在饭桌上跟安迪标英语 直接标上了热搜 确认过词汇量这是亲外祖孙没错了 奶奶负责带安迪吃喝玩乐 姥姥负责教育学习 安迪也算是很幸福了 不少网友看了视频都很惊讶 安迪小小年纪词汇量居然这么强大 小八哥这就为你们科普一下 黄胜一家其实是货真价实的书香门地雪霸家族 黄爸爸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而黄妈妈不仅曾经是著名报纸的编辑 还是从MBA毕业的记者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年 还是黄胜一的亲表兄 这一家子都快承包了整个学术圈了吧 生长在这样的学霸家庭里 难怪安迪的英文水平这么好了 这就是基因的力量啊